一年下水已支舰队,这种咋一看,就像是天方夜谭般的说法。 对于当前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中国海军而言却并非玩笑,很显然,近年来我们津津乐道的中国海军,下饺子般的新舰建造速度,完完全全是受益于我国船舶制造工业的强大和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 在各大具备大中型水面舰艇成舰资质的造船厂中,位于上海长兴岛的中船重工江南造船厂,毫无疑问是当中最具知名度的一个,这个历史悠久的造船厂自2008年完成整体搬迁以来,就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在为中国海军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型先进的水面舰艇。 江南造船厂是我国最著名的,具有军用舰艇成舰资质的造船厂,随着近段时间来该场成舰的055型驱逐舰首舰的下水西装以及疑似003型航母分段的现身,都让大家对江南造船厂的关注热情又高涨了一波。 而在近期网络上曝出的一系列该场的近况照片中,作者偶然发现除了焦点的055型驱逐舰以及003型航母的分段外,这里面还暗藏着一个额外的惊喜。 从航拍图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该造船厂忙碌的岗石中,除了正在有条不紊施工中的多型驱逐舰外,还出现了十条体型小巧的船只。 估计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数量庞大且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船,却是这个造船厂中所暗藏的一个额外惊喜。 在江南造船厂的岗石中,出现了同时开工建造10艘726A型的盛况。 实际上,岗石中这多达10艘的小型水面舰艇,就是此前一度传出难产消息的726A型气垫登陆艇。 726A型与其前行726型一样,均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专门,用于有海巷路转运坦克等重型装备的气垫登陆艇,主要与071型大型综合登陆艇搭配使用。 而之所以将其趁之为意外之喜,主要还是因为如此多数量的726A型表明,这个型号已经彻底摆脱了此前因为动力国产化进度之后所知的难产状态,正式开启了高速的批量建造。 这些气垫船的陆续交付使用,必将极大的增强我国刚刚完成扩边的海军陆战队的两气战术战略投送能力。 726系列气垫登陆艇,主要与071型综合登陆舰配合使用众所周知,自首批总共四艘726型于2010年正式交付后,在此后的数年之间都为建该型号后续批次开工的迹象。 这直接导致了那个时候,海军的三艘071型综合登陆舰,处于无挺可用的尴尬状况,正如前文中提到的一样,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该型号的动力系统国产出现了延档,直到不久之前基于国产太航发动机核心机技术的QC70小型燃气轮机,研制成功和运用,才为这个型号带来的转机,动力系统国产化后的该型舰。 被正式命名,为726A型国产动力QC70的成熟,是726A型得以大批量生产的关键,作为目前世界上最重视两栖快速投送力量建设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自然也是十分重视气垫登陆艇。 这种高机动性转运装备的发展与运用,实际上,我国海军的726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参考的美国海军所装备的LCAC气垫登陆艇。 还需提到的是,当前美国海军所维持的总共91艘LCAC气垫登陆艇的装备规模,是经过接近了16年的努力才辛辛苦苦攒下的。 而如今在我国一个造船厂内,我们就能同时看到,至少10艘气垫登陆艇,开工建造的盛况。 可见我国海军对自身两栖快速投送力量建设的重视程度远超大家的想象,美国海军嫌疑的91艘LCAC是其两栖登陆快速转运投送的主力。 总而言之,在海军陆战队以及完成扩编这个大背景下,我国海军对配套的两栖投送能力的需求也跟着水涨船高,光靠四艘071综合登陆舰的规模以及灵活性极差的强碳登陆模式,已经很难满足我们的需求。 而这,也是近年来我们号巨资引进野牛大型气垫登陆艇以及开工建造075型两栖攻击舰的主要推动力。 同时,未来源源不断的726A型气垫登陆艇的陆续交付,也将很大程度上引导我国两栖力量投送体系往更高效,更灵活的道路上发展。 历任QG尊重内容,从尊重作者开始,转载,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